全国抗战开始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1938年12月2号 汇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 1939年1月1号 东保汇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 两支武装共200余人 游击队主动袭击日军 收复大鹏半岛 杀鱼勇 奎勇和保安县南投阵 部队发展到700余人 1942年1月 根据中共南方公委决定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同年春天 抗日游击总队先后从香港 营救出何湘宁 刘亚子 毛顿 邹涛愤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文化界知名人士 国民党官员和眷属 以及美国 英国 荷兰 比利时 印度等国际友人 共800余人 1943年12月2号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改变为东江纵队 成为华南敌后战场 和坚持华南抗战的人民 抗日游击队主力部队之一 在抗日战争中 共进行大小战斗 1400余次 歼面日伪军9000余人 建立了纵面积 约1.5万平方公里的 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 东江纵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一把尖刀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良心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X2.5万平方公里 虽然隐藏了不可磨灭的 您烧得